大家好,我是菲莉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是《相帝美丽的家》 全新节是在诗篇84篇一节 经常记着说 万君之夜和话 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今天的信息是 我在上帝的教会里 举止恭敬就是敬拜她 女儿,我们一起去吧! 维马拉的妈妈说 我们一起去看印度最美的地方 太基灵 太基灵真的很美 但是所罗门为上帝建造的房 更加美 所罗门皇亲派了一位仆人 是时候要建造上帝的家 她宣布地说 对于这个伟大的计划 我有很多想法 是时候要付诸行动 所有的以色列文都知道 这是美好的计划 所罗门皇的父亲 大卫皇一直都很想为上帝建造一个特别的家 但是上帝拒绝了她 大卫的儿子作为下一任的皇 就要建造这座圣殿 如今大卫皇已经去世 所罗门皇也成为以色列王四年 他终于准备建造圣殿了 我要写封信给太尔皇希兰 所罗门说 她在房里面移来移去 走来走去 最后她开始说她要写给希兰的信 你是我爸爸大卫的好朋友 所罗门开始说 她没有如愿建造圣殿来荣耀上帝 我现在就要进行这个计划 请你为我从你的山上 砍一些高大的香柏木 我会猜派仆人去帮助你工作 而我会付钱的 希兰皇很开心收到所罗门皇的信 她承诺一定会提供圣所所需要的一切木材 她也承诺会派一名大师 护兰来帮助所罗门的工人 护兰很善于做金、银、铜和木头的工作 她也知道一切石像和木杖的技能 她也能教导人如何演绎出很漂亮的布料 这一项伟大的圣锁建造工作 有超过千人一起做 所罗门皇猜猜了三万人去帮助希兰皇斩树 和把它带回来 有八万人负责从山上切割很漂亮的石头 来完成这些完美的石块 当他们带到圣锁的时候 所有的石块就像拼图一样排列得很整齐 在建筑的工地里完全听不到叮叮叮叮叮 铁锤等等的声音 这些是工杖们向上帝表示尊敬的方式之一 在那时所罗门的圣殿 或者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建筑物 在里面所有的石墙都被木板包围住 这些木板以天使、棕树和花朵的雕刻装饰住 然后最外层是黄金 就连地板和天花板都被黄金包裹住 工杖们用橄榄木雕刻出两个大天使 天使的外层同样都用黄金包裹住 天使就放在至圣所的约柜旁边 即是上帝休息的地方 他们优美的翅膀在房里面展开 圣所里面所有的家具都非常仔细地完成 以色列人希望用最好的方式来到荣耀上帝 哪一个能够为上帝建造一个真正荣耀的家呢? 所罗门问 就连最高的天都不配 建造和维护教会 亦是我们敬拜上帝的一部分 就好像所罗门为上帝建造美丽的圣殿一样 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一切 都是敬拜的一部分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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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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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